对于一个狙击手来说,精准的射击和完美的隐藏最为重要,在我们印象中的狙击手,那绝对是一枪一命,但无需发。 确实,在战场上,狙击手这个角色十分的重要,一命优秀的狙击手,完全可以扰乱敌方的军心,杀人于无形,但这同时也要求其具有过硬的基本功,以及良好的心理素质。 狙击手除了枪法之外,还有一个特殊的本领,那就是刚才提到的伪装,他们很善于运用周围的道具伪装自己,使自己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。 平常人根本就分辨不出来,狙击手到底藏在哪,更何况是气氛十分紧张的战场。 而之前很多人可能都看过这样一篇文章,那就是作为一名狙击手,他最怕看到的是什么?当他们看到这个的时候,说明他已经有了生命的危险。 而这个答案就是在他们的瞄准镜里,发现敌人也正在拿枪对准自己,其实这个对于狙击手来说,还不是最可怕的,因为在这种情况下,双方互相瞄准,每个人都有50%的生存希望,也很有可能两个人都活了下来。 而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事情,比生命更重要,那就是狙击手开完枪后,忘记拿走子弹壳,这个是狙击手最害怕的事情,因为子弹壳对于一个狙击手来说,意义真的太重大的。 如果子弹壳一旦遗漏,忘记带走,那么将会暴露很多重要的信息。 首先,敌人会根据你子弹壳的位置,推算出你逃生的路线,而这也,只是最基本的一点。 除此之外,敌人还会根据子弹壳口径,判断出狙击手的用枪习惯,还会根据这个子弹的射程,推算出狙击手要击杀的目标。 最重要的是,子弹壳上也会有这款武器的生产商的,因此遗留的子弹壳将蕴含着巨大的信息量,尤其是对于一些重大而秘密的狙杀任务,这个是最致命。 很多时候,在狙击手看来,个人的牺牲不算什么,但如果因为自己的失误,而给整个组织或者整个国家,带来不必要的麻烦,那就严重了。 这也是作为一个军人不允许犯下的错误,因此在狙击手看来,最害怕遇到的就是忘记带走身边的子弹壳,这件事真的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,责任编辑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词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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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杨栋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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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